古力夏能看见正在窥探自己的Ellen吗 看完这期节目 你就知道作者埋下的脑洞有多大了 那么就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古力夏两次看见了极客 分别在上一话和这一话 并且面对极客都喊出了他的名字 最后一次还深深的拥抱了极客 说出了我爱你 并对极客说 希望他能阻止Ellen 但是这期中 我们总能感觉到有些地方很不自然 让人心生疑惑 是的 最近这两话中 我们在古力夏的记忆和过往中 看见他对同事亲爱的Ellen 也是表现出满满的爱 但是为何在这个场景中 他却完全不理不问极客身边的Ellen 只叫极客呢 而不是说你们 或者是你们兄弟呢 注意看 古力夏在杀死雷斯一家 变回人形之后的整个过程中 他是一边喊着Ellen的名字 一边对天长笑痛哭流涕 似乎完全感觉不到Ellen就在自己的身边 然后就是一阵狂暴极客 让他去阻止Ellen Ellen明明正在他身边 为什么古力夏不激动的 直接去阻止劝说Ellen呢 而是完全的无视Ellen的存在呢 我想原因很简单 就是古力夏压根就看不见Ellen 这就让人很矛盾很纠结了 对不对 明明Ellen说 四年前自己在老爸的记忆中 看见了未来自己的记忆 说明Ellen在这个场景下是存在的 那为什么古力夏看得见极客 却看不见Ellen 但又被Ellen成功说服夺下石祖了呢 这不前后矛盾了吗 而且古力夏在夺走石祖之后 也说了 Ellen 我把雷斯家除了父亲罗德以外的都杀光了 这样你总满意了吧 这其中的矛盾呢 如果仔细一想 的确让人一声鸡皮疙瘩 那么就从禁忌巨人的能力开始推演 在古力夏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古力夏面对石祖弗里达说出了禁忌巨人的能力 可以窥探未来继承者的记忆 换言之 就是可以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 注意这里 并没有提到 禁忌巨人拥有可以直接干涉未来的能力 他只有看见未来的能力 这个很容易理解嘛 如果可以直接干涉未来 那么古力夏同样也可以直接选择自己来干涉Alan的未来 从而避免他所说的未来可怕的事情发生 而并不需要让极客去阻止Alan 同时这句话中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禁忌巨人可以窥探的是未来继承者的记忆 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人的记忆呢 都可以给他看见 而是看见未来继承者的记忆 那么重点来了 能把121话全部说通的 就只有这一点了 Alan说 谢谢你老哥 多亏了你带我进入老爸的记忆 才有了现在的这条路 也就是说 单凭Alan的能力呢 可能是无法通过尤米尔空间 像极客那样 带他这样去随性的浏览老爸 鼓励下的记忆的 这里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是夺回了始祖巨人之力 解除了不战契约之后 极客的力量 应该也只有拥有王雪的极客呢 才能够拥有查看尤米尔通道的权限 所以一直以来在Alan的脑海中 都是只闪现一些关于父亲 致力破碎的记忆 就和鼓励下质问的那样 为什么不给我看见全部的记忆 就是说 禁忌虽然可以看见未来 但是呢 也只是零碎的未来 但这次哥哥极客 带Alan进入老爸的记忆 这个机会呢 却恰好让Alan 利用到了禁忌巨人的能力 而且呢 运用的是相当的充分 注意看这里 鼓励下的表情和眼神 鼓励下应该是看不见一旁的Alan的 假设 如果鼓励下能听到 或者是看到一旁的Alan对他说这些话 难道鼓励下不应该转过头和Alan说几句吗 或者是看向Alan吗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吗 怎么可能一直低着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呢 好歹Alan也是他的亲儿子 这和对极客也太无相同了吧 那么 只能说明 Alan所说的这些话 其实是出现在鼓励下的脑海中 也就是说 鼓励下通过进击巨人的能力窥探到了未来Alan的记忆 这个记忆呢 就是此时此刻Alan在这里对鼓励下说的这些话 这里不怎么好理解 因为对于Alan来说呢 是此时此刻 但是对于鼓励下来说呢 其实是未来 因为他看见的是未来Alan的记忆 所以呢 他们又并非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场景之下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了 因为Alan让父亲杀死十祖 飞达的周团记忆呢 其实是由极客帮忙创造出来的 如果没有极客 将Alan带进鼓励下的记忆 Alan就不能把这些话呢 传达给过去的鼓励下 那么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未来 简单点说呢 影响鼓励下的其实 并不是此刻在场的那个Alan 而是鼓励下看见了未来Alan的记忆中的Alan 于是便造成了未来引导现在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不在同一个时空发生的事情 但是因为近期训练的能力呢 鼓励下窥探到了未来Alan这一刻的记忆 可能甚至连他自己看见血系雷斯加 最初都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 而是在Alan的记忆中 的确有这种可能 你这样一解释就把121话的矛盾给解释通了 是吧 至于鼓励下在拥抱极客那一段 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一旁的Alan呢 依然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他没有在自己能够看见的破碎记忆中呢 看见无未来Alan的这一段记忆 自然呢就察觉不到Alan的存在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鼓励下可以看见还能拥抱到极客呢 是由王学十足变中 来来来说说你们的脑洞 下期呢我们来上个小电视 当然了不光光只是上小电视哦 还有我就迷人不说暗话 下期不见不散吧 拜拜